视频一起探索新鲜事吧 对于上个世纪苏美争霸时期 相信大家肯定不会陌生了 当时前苏联与美国这两个国家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 两者之间的竞争自然不会少 而在那个时候 美国的航天事业取得很大领先 苏联知道短期内是追不上了 就想在对地球的研究上超过美国 所以苏联启动了挖地球的计划 这一消息已经传出轰动全世界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们挖到12262米的时候 却突然宣告停止这项活动 一时间让全球人都不解 很多人都说究竟碰到了啥 难不成有地狱之门吗 所有的舆论铺天盖地 但是30年后人们终于知道了原因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没钱了 随着挖掘程度逐渐增加 钻头的长度也要相应增加 但是由于地热的高温 使得很多钻头都会迅速损坏 这一来二去的资金就很庞大 大家现在是不是知道了呢 你们还知道哪些事迹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讨论 喜欢我